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唐宋八大家的仕途和人生的第二讲 因为唐宋八大家上一讲,我们也上一个周四 我们讲了韩玉和柳宗园 因为韩玉和柳宗园是唐宋代的 那么宋代的宋六家当中有三位是一家人 就是苏巡、苏氏和苏哲这一家三口父子三人 所以除了这三人之外 剩下的三人我们安排在今天这一讲 一块讲了就是欧阳修、王安石和曾谷 好,那个时间 还有一分钟开始 这是我,这个,我是宋一鸣 这是我根据这个辽宁省博物馆 他做的这个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呢 跟这个咱们业务派的朋友一块 这个做的本来是想做一次旅行啊 但是呢,由于疫情的原因 呃,估计短期内春节前吧 估计短期内是难以成型 那么所以呢,呃,我们之前做了这个一个辽 辽博这个展览的山高水长这个展览的一个 呃,一次这个,这个,呃,直播的直播的那个分享 然后后面呢,又把唐宋八大家作为三奖啊 呃,上一奖,今天第二奖 上一奖呢,是韩玉和柳宗元 唐代的两位大家 今天呢,是三位宋代的 然后下礼拜四 是三位这个 这个,呃,苏文 苏文的这个三才子啊 我们讲这个第二奖 欧阳修、王安石和曾谷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呃,这幅,这幅图呢 是我们给的这个,呃,唐宋八大家 山高水长 这是题图 这是这个大展的题图 那么我在上面呢 做了,呃,三位的这个头像 啊,这个,这个图像啊 大家不要以为是后人啊 异想的 因为今天呢 我们会在后面 呃,揭,揭秘啊 就是他们这些人的这个画面 他们的这个,呃,面旁 到底是怎么在,呃,历史上留下来的 今天这讲的,呃,这个最后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揭晓这个谜 我们看最左,左上角这个啊 这个,呃,很宽厚的这位长者 就是欧阳修 今天的这个,呃,一号嘉宾啊 然后中间,呃,这个冒出来的这个 这个面,面,面相比较这个坚毅啊 面色坚毅的这一位呢 就是王安石 呃,然后最右下角 这位呢 是这个曾谷 他们三个人 有朋友就问啊 他们三个人手上 跟拿个报纸似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户啊 就是一个象牙板 这个要上奏 这个一些事情啊 记在上面 所以这个户呢 呃,就是官员的一个 呃,官员的一个象征 那么他们的帽子 也是这个,呃,叫观翅啊 就是像翅膀一样的这个这个帽子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把大家都有谁 呃,最左最右啊 这个最左边柳宗元 最右边韩裕 这是上一讲我们讲到过的 两位的唐代的大家 他们最早在唐代中期的时候呢 发起了古文运动啊 之前呢 经历过好几百年的时间 都是 篇文为主啊 就是四六句啊 就是一句四个字 一句六个字啊 这样一一对仗 那么主要是歌功颂德 树碑立传 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字啊 主要的功能就是 就是这些 而且逐渐的有这种音律啊 它跟诗歌诗词一样 都是有音律的 有韵律的 那么呃 逐渐呢 由于这种音韵律的作用呢 慢慢的这些篇文呢 虽然很优美 但是慢慢的失去了这个呃 这个文章的这个作用 所以韩裕柳宗元开始啊 提出了文以载道 文以明道 就是这个写东西啊 要说明白事啊 说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古文运动 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 做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呃 这个古文啊 呃 这个这个我们的文化的一个 习惯的这种呃 表达方式 但是韩裕柳宗元那个时候啊 毕竟还是事单力薄 等到唐代晚期 尤其是唐之后是五代 是一个政治上 这个社会比较动荡的时期 然后呢接下来是北宋这个开国时期 这段时期啊 这个由韩裕柳宗元他们所倡导的 古文运动又回去了啊 又回到了这个原来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 文风当中来 就这个也很奇怪 一是文风这种东西 它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一个呢 他很难就是韩裕柳宗元 他们两位大家呃 发声之后呢 很难把这个一个延续很久 这种社会风气给搬回来 那么到了这个北宋时期啊 以欧阳修啊 这个呃为首 又第二次的开始了这个呃 宋朝的这个文艺复兴 也就是第二次的古文运动 也就宋 然后这六家啊 都是这个宋六家呀 都是跟这个 在这次欧阳修为主导的这次古文运动当中呢 是可以说是得力的干将 所以他们合起来成为了这个唐宋八大家 那么这是这次展览当中 我拍的一个照片啊 这就是啊 我们中学啊 中学课文当中都会学过 这个韩裕啊 柳宗元 欧阳修 比如韩裕的马说 诗说啊 柳宗元的前之驴 小诗谈记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卖油翁啊 这个 苏氏的 这当然就更多了 这个苏家的这个 咱们下一讲再说 然后王安石的商仲勇啊 由包山山记啊 所以这些 这个 呃 这些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文字啊 呃 据说 现在的这个中学啊 都要求背诵下来这些他们的文章 事实上呢 唐宋八大家 在我们所接触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学生啊 所接触的文言文当中 呃 他们有这 这次有一个统计啊 占整个文言 压制手 还有一些呢 比如像范仲淹 比如像司马光 比如上一讲我们提到的刘雨昕啊 这一讲我们还会提到周敦仪 像这些的 呃 也都是 这个其实都是参与到古文运动当中 而且比较 比较深入 但是呢 他没有这八位呢 呃 那么突出 所以就没有被收入进来 所以他们这些 呃 大家呀 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呢 注入了这个 呃 在当时啊 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才会有我们今天 这个 这种文化繁荣那个景象 所以我们后人都说 雄唐雅宋 雄唐雅宋不光是 呃 显示他们的国力 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化 在唐代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这种 这种风范 而到宋代呢 可以说是中国文明 中华文明当中啊 最高 也是最雅致的一个时期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时期的到来 其实就跟这个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人物 欧阳修 有着非常 呃 紧密的关系 这幅图呢 也是这个 这次展览上的一个照片 呃 最左边呢 写着宋六家的第一大家 啊 第一大家是谁呢 就是欧阳修 左边这个这幅图呢 就显示了唐宋八大家的关系 啊 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吧 啊 中间是欧阳修 他呢 从小啊 从这个不到十岁的时候 因为他很穷啊 家里很穷 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啊 他就得到了一个 韩裕的一个文集 韩昌黎的文集 就特别的喜欢 从很年幼的时候 就发誓要做韩昌黎这样的 就韩裕这样的人啊 韩裕和柳宗元呢 又是同时期的好友 共同发起了古文运动 所以呢 这个欧阳修 就是这两位 就是他崇拜的偶像 呃 右边是苏 苏巡 苏巡呢 是 是个四川人啊 他是四川眉山人 他呢 这个没有公明 然后四川的一位呃 官员呢 还跟欧阳修有 有过点过节啊 但是呢 呃 这位官员叫张芳萍 他呢 就想提携这个苏巡啊 就专门给欧阳修写了封信 结果欧阳修啊 真是任财 嗯 对势不对人 所以呢 他还真的就 发现了苏巡呢 很有才学 才学就鼓励苏巡呢 到这个 员 员京来 也给他谋了官 官职啊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苏巡在他的 欧阳修的提携下 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苏氏和苏哲 进京赶考 也是从 从这个四川 呃 很 费尽千辛万苦啊 千辛万苦 这个到了这个汴梁 结果呢 这个 在欧阳修做主考官的这次科考当中呢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呃 下面 这两个 左 左侧 中间的 这是曾拱 曾拱呢 跟苏氏苏哲 一块 是同科的进士 而曾鲁呢 这个年纪比较大了 比这个苏氏大了 呃 十八九岁 而且呢 很早就败在了这个欧阳修的门下 因为曾鲁的文章非常好啊 呃 很早就被这个欧阳修所赏识 但是呢 也一直没有这个科举啊 一直没有成成功 呃 曾拱呢 和王安石又是好朋友 王安石呢 在没有功名的时候 没有中许之前 然后呢 就跟这个曾拱相识了 曾拱呢 就自己还没有还没有中 还没有中这个进士呢 就先把这个王安石啊 推荐给欧阳修 所以呢 这个呃 欧阳修呢 也是间接的王安石的一个呃 伯乐吧 啊 所以这就是 这个唐 唐宋八大家的一个关系网 那么核心人物 就是这个欧阳修 右侧呢 是 他的这个身份啊 最上面是正政治家 当然他是官员 而且最后呢 当到了这个 呃 立部尚书啊 他长期是建建官啊 就是阎官啊 然后他还是这 把家啊 文学家 史学家 他亲自编了五代史 这个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嗯 而且呢 呃 还是金石学家 就是收藏家了 呃 而且还是这个文学 理论家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这个发起了这个宋代的古文运动 而且呢 对于我们这个后后世的这个文风 呃文 文学的这种范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啊 这幅图呢 我们反复用过 因为这是辽宁画院专门为这次这个山高水长的大展呢 做的这这样的一个画面 呃 居中的穿呃 红衣服这位呢 就是呃 呃 他有很长的这个官室啊 就是欧阳修 因为呃 这幅画内选选取的是 他在这个做主考官啊 这个 这个时候的这个 一个样子 虽然 虽然唐总把大家不可能在一个画面当中出现啊 所以呢 欧阳修左边的 也就是左二左三这两位呢 帽子 帽子 这个头巾呢 明显的跟其他人不一样啊 他是两个 也有这个 也有赤 但是是往下垂的啊 所以这是两位唐代的大家 然后最右边啊 唯一一个被冲是大家的 表示他个性啊 桀骜不驯的这一位呢 实际上是 今天呢 也是今天另外一个主人公 王安石 也是在唐总八大家当中啊 当的当官的职位 最高的一位 两次担任这个首相 啊 则是曾鞏 也是唐总八大家当中 最容易被忽视 被遗忘的 但是呢 到今天一千天 一千多年过去后 啊 曾鞏呢 可以说是 跟其他大家一样 一字之千金啊 啊 这今天我们也会 把他的这个 呃 这个作品呢 展示给大家 好 先说这个欧阳修 呃 今天第一个人物啊 欧阳修叫一代文宗 这不是我给他的这个 这个称号啊 这是这次大展 给他的这个 给他的这个 呃 就是挂的title 一点不过啊 就是 这是一代的文宗啊 这个很很容易理解 刚才这个关系图 我们就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他呢 这个年轻的时候 他幼年啊 他他也 他父亲56岁的时候 才这个生的他啊 所以 呃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父子之间年龄差距非常大啊 他四岁的时候就丧父了 他是被母亲 这个带大的 从小母亲带大 而且呢 家境 这个 呃 可以说特别贫寒 所以这就 当时就 在宋史当中啊 就留下这么一个段子 叫化迪 叫迪是什么呢 就是草 草棍啊 就是用这个草棍啊 教这个欧阳修 从小啊 呃 学这个写字 呃 读书 练字啊 竟然能够练成这个书法大家啊 这是 呃 这就是这个 所以 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 唐宋八大家当中 除了这个苏 苏门的这个三才子之外啊 就 剩下的这些人啊 都是呃 从小的生活呢 比较 呃 比较比较艰艰心啊 而欧阳修呢 是呃 更是这个艰心当中的 呃 受的苦更多一些 但是他的教育 受的教育非常好 这个他的母亲呢 是一个知书达理的 呃 一个妇女 所以呃 给他从小吧 就有了很好的教育 而且从小 刚才说了 从小就立志成为 像韩瑜这样的 这个文句 大文豪啊 但是呢 他虽然这个 有神童的称 称呼啊 但参加了两 两次科举之后呢 都没有 都没有中举 后来啊 他遇到了他的这个 一个伯乐啊 叫 叫旭艳啊 也是他的岳父 所以呢 给他呢 送到了这个 太学当中 所以他是在太学当中 参与了 这个呃 后面的考试 太学就是 就是国 就是这个 呃 等于是 这个官宦子弟吧 都可以进入 这个首都的太学当中啊 这样呢 可以参加 太学生的 这个科考 就会 机会更 更好一些 那么 他呢 而且呢 这个 一路高中啊 就他也是跟科举考试一样 有 有各个层级的 呃 考试 各个层级考试啊 一路都是 这个前两个层级 一路都是这个 呃 他不叫状元 叫 呃 叫会员 谢员啊 然后到了第三 第三个层级 一 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层级啊 依然是 依然是这个第一名啊 依然是第一名 但是呢 为了压制他这个 太强劲的这个呃 势头 所以呢 主考官给他 判到了这个二甲 没有 没有进到过一甲啊 啊 但是也 也相当不错了 而且二甲非常靠前的名次 所以这样呢 他就金到金榜提名了 啊 22岁的时候 金榜提名了 然后同同时呢 他的这位伯乐 也是就把女儿啊 这个也许配给他 所以呢 他是呃 同时又又这个 洞房花烛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啊 就呃 很年轻的时候 22岁呢 很得意 而且青年才俊啊 在也是当时呢 明满这个天下 可惜啊 他这段这个婚姻呢 呃 时间不长 呃 他的这个新婚的夫人呢 一年之后啊 就病逝了 病逝了之后 这个时候欧阳修还很年轻 而且呢 财气特别的 呃 就是 嗯 锋芒 锋芒外露啊 而且呢 他还这个很 很风流 啊 风流倜傥啊 因为 因为财子嘛 他是一个风流财子 所以 呃 当时的一些文人啊 经常有些雅籍雅混啊 他都是能够呃 张嘴就来 而且呢 这个呃 风流倜傥嘛 就是呃 喝酒啊 包括有时候 这个跟一些这种 歌迹啊 混在一起 到到了他老的时候啊 就是欧阳修呢 可以说 年轻的时候风流 到了老了以后啊 结果呢 受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 他呃 后来参加了这个 呃 当官 越当越大啊 参加了这个 庆利 庆利这个 新政 一次一次改革 政治上改革 同时呢 他也发起了这个鼓门运动 到这个时候啊 呃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 这个 告他的信啊 有有这个匿名信 诬告他 告他生活作风的问题 结果呢 还呃 因此罢了官 当然了 他主要是因为参加了这个 这个庆利新政啊 得罪了这些 呃 朝上朝廷的一些官员 得罪人了 所以呢 就诬告他 有生活作风问题 所以呢 他就因此而罢了官 啊 被贬到 除州当太守 后来就有了这个罪翁亭记啊 这已经到了他中老年的时期啊 所以欧阳修到了晚年啊 呃 这个就非常的认真啊 不光是对他的这个生活 而且对他的文字 对他的这个 就年轻时候写的年年少清皇时期啊 写的这些东西啊 一个字一个字的改动 就是因为他觉得要 要这个 呃 每一个字都要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负责 呃 再说一下这个庆利新政啊 庆利新新政 就是范仲淹 欧阳修 韩琪 富弊 这几个 这几个人啊 他们这个搞的 尤其 是这里呢 这个这个领头的 范仲淹就是写了岳阳楼记啊 叫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千古名句啊 也是呃 唐宋八大家这些人呢 他们所遵循的一种呃 为官之道 或者说是一种呃 人生境界吧 所以这就是呃 范仲淹和呃欧阳修 他们是一个时期的啊 比其他人呢 要年长一些 所以他们共同搞了这个庆利新政 在宋人宋人宗时期 但是这个新政很快失败以后 范仲淹扁到了这个呃 就是做了这个也是扁官啊 做了岳阳欧记 而欧阳修呢 扁到了除州 江西除州 做了这个罪功庭记 呃 嗯 这是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是在扁官以后啊 并没有消沉 而是在扁官之后呢 在文学上有了一个爆发期 从这个呃 欧阳 这个欧阳修 包括前面讲的韩裕柳宗元 也是如此啊 他们被扁了之后 有了更多的对世事的感悟 感同身受以后 他们的文学呢 有反而有了更强劲的一个爆发 到下一讲 我们即将讲到的这个苏世啊 就是更是这个呃 如此啊 那一扁再扁之后啊 越扁越错越越勇啊 呃 而且呢 不断的在这个文学成就上一个高峰 好 这个欧阳修呢 我们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要介绍 他这个 他在这个呃 家幼二年 也就是1057年啊 这一年呢 出现了中国科举史上 中国科举是从这个隋阳帝时期开始啊 到清代呃 这个清清代灭亡之前 总共延续了1300多年 最牛的地板 就是这个1057年的 家幼二年的 宋仁中时期的这个 呃 这这届科举 而这届科举的这个 呃 主考官 就是这位 呃 欧阳修 副考官呢 叫梅瑶辰 也是一个文学大家 呃 他们俩 就是我前头写着风流替挡一少年 他们俩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块风流替挡过来的 所以而且从年轻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块来立足这个古文运动啊 就是像啊 做希望能像韩玉柳宗原一样 把这个文学啊 呃 这个 不再延习这种 这种这个呃 运运绿 以运绿 以平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式 滑而不实的这种方式 好 这个呢 就是这个 呃 醉风情啊 醉风情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两 这个 呃 飞檐啊 特别的 挑的特别高 这就是因为 在这个醉风亭记当中啊 欧阳雄专门记述了这个 这个像 像鸟的飞檐 所以呢 这个亭子呢 也是中国的四大名亭之首 这个亭子啊 这个照片我估计是在陶仁廷拍的 因为陶仁廷呢 在这个 呃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做了一个 嗯 那个 中华民庭员 就把各地有名亭子啊 都放到了这个 这个陶仁廷当中 因为他自己也一个 陶仁廷嘛 也是这个中华民庭之一 所以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醉风亭呢 啊 肯定是作为民庭之首啊 肯定是 啊 放在了最 显 最这个 显要的这个位置 呃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 很难得去这个 除舟 因为他的原址在除舟嘛 去看他们亭子 但是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啊 可以去陶仁廷去看一看 啊 这个 呃 一比一的 这个醉风亭 而且这个醉风亭记啊 也是历代文学大家的 这个 争相 这个 呃 这个记录啊 书写的这个名片啊 这一篇呢 也是这次展览当中 展出的苏氏 写的最功亭记 欢出街山野啊 这个 这 最 看这个最下面 这点 这个很斑驳的 写着苏氏书啊 所以 这 这篇呢 非常美 这 这篇非常优美的文字 而且里头有 醉风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 就像这样子 一样的 这篇呢 不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冲着 因为穿红色衣服的是官员 背冲着大家的 这个 背冲着观众的这位呢 就是欧阳修 今天我们这个主人公 那么冲着他坐衣的这位呢 就是苏氏啊 因为苏氏呢 在 呃 他背后是苏巡 他的这个旁边也是在跟他一同坐衣的是苏哲 这是苏门的这个 一家苏巡 这个父亲苏巡并没有带着他们 并没有参加这次科考 而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呢 都都这个高高得中了 那个时候科举啊 呃 这个跟我们现在高考一样 主考官是看不到这个考生是谁的 甚至不能够通过笔记 不能够通过他的这个书法啊 笔记来这个判断 因为他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考官作弊呀 他都需要让人这个去腾抄一遍啊 就把这个考卷策论腾抄一遍 然后来这个评判的 那么欧阳修拿到了就作为主考官 欧阳修拿到了苏氏的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之后一看 还写得太好了 但是当时呢 他认为 这 这个不是 他认为能写出这样文章的 只有曾拱啊 这里曾拱是谁呢 就是站在这个 呃 苏寻 就是主着大拐 主着一个拐杖的这个苏寻的这个左侧的 这位背着一个小包袱手里拿着一卷书的这位 就是曾拱 曾拱呢 是 呃 早就是欧阳修的学生了 所以呢 欧阳修为了避讳啊 为了避讳这个自己提携自己的门声 所以特意呢 给这篇文章给了个 没有给满分 没有给第一名 结果呢 这就让苏氏啊 这样才华横移的一代这个文豪啊 错失了成为状元的这个机会 当然了 曾拱呢 也是这次也中 也中了进士 但是 他们俩都没有成为状元 那状元是谁呢 就是欧阳修的右侧啊 这位后来没有什么太高的建筑 叫叫张恒啊 在右侧呢 就是梅瑶辰 就是其他的 这是副考官啊 等于这是主妇两个两个考官 然后骑着马的这位呢 是王安石啊 就是王安石在不管是在任何时代的这个绘画作品当中啊 都是有点不合群 有点这个 啊 清冷 孤寒高傲 这么一个特点 这也是他的这种性格啊 也是这个后来呢 啊 他的这个成就了他的变法 也是他的变法呢 这个得罪人太多 这个最终走上失败 呃 王安石呢 唯独有一个好友 就是这曾拱啊 所以呢 这幅画啊 看上去这个简单 但实际上呢 把这些人物关系 唐宗八大家的关系呢 都这个 啊 罗列其中了 啊 也是一个 细读起来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唐宗八大家并不是八个 呃 文章写的好的 这个文学家 而是他们之间呢 是有着 呃 有着这种各种各样千丝万里的联系 而这个联系当中呢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 呃 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让我们有直到今天呢 一千年以后 今天都有着这个 很深的感触的这么一些 呃 去文意识吧 好 下面呢 就说一下这个 这个曾拱啊 曾拱呢 这个给他的这个title 给他的这个 呃 后头附录的这四个字呢 叫 超 议 超议群年啊 这个 这句话怎么来的 欧阳修呢 是一代文宗最可以同意解解的哈 因为这 范拉大家在 在世的时候 就把欧阳修 范中烟啊 这都是为是一代文宗 一代这个 呃 官员们的凯诺 那这个 曾拱这个 超议群年 是怎么来的呢 来自于这个同时同榜进士啊 苏氏对他的这个一首一首诗 一首诗评价 醉翁门下士杂他难为嫌 曾子独超义 孤方漏群言 这首诗还有好多句啊 这是前四句 什么意思呢 醉翁门下士 就是醉翁就是欧阳修了 这是欧阳修的这个门下的这个学子 也有很多杂谈的很多 不一定都是很贤明的 那谁是最贤明的呢 曾子就是这个曾孤啊 曾子独超义 就超乎常人啊 孤方一旦他这个绽放出来以后 那么其他人的这个光芒啊 都会被他给压下去啊 就这是这个形容这个鲜花绽放啊 苏氏这个诗的名字叫 宋曾子顾 曾子顾 子顾就是曾我的字了 翠月 得烟字 什么意思呢 月啊 就是越州啊 就今天的这个 这个浙江绍兴这一代 这个翠啊 不是去越州 那当时啊 这个 考中了以后第二年就去到越州呢 当了这个 呃 当了这个通汉 通汉呢 实际上就是太守了父职啊 这个翠月的 翠月的呢 就是啊 复复职 去当复首的意思啊 所以就翠月得烟字 得烟字什么意思 大家给他送行 送行的每人抽签 抽一个字啊 苏氏呢 就抽到了这个烟 这个字 这个烟这个字呢 就是他要给曾子呢 呃 做一首诗 这首诗呢 要要烟烟这个诗 作为运脚 所以所以大家看 就是杂碳为贤 孤芳漏群炎 就是烟 这个字呢 呃 成为了这个 亚运的这个运脚啊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 这个古文古诗啊 会觉得呃 不太明白 它什么意思 尤其是标题 但是弄明白了以后呢 呃 会会这个 有些呃 会觉得会有一些涨进吧 会有一些新的这个 知识点进来 呃 这是苏氏对这个曾孔的评价 那么下面这首呢 实际上是对曾孔那个讽刺了 就是曾孔呢 并不 虽然他也是十一二岁 就已经是文采啊 呃 在当地就 就是文采飞扬啊 就已经有了 这个 就已经中了秀才 啊 有了很 很好的这个 很好的名声 然后呢 他参加了四次这个 呃 科举 二十年当中 四次科举都没有中啊 所以啊 他 他 在宫啊 这个地方人啊 他这个读书 读书人啊 就嘲笑他 他老跟他弟弟一块去啊 呃 他们家兄弟很多啊 除了他大哥啊 都是这个 都是考这个秀才 考举人进士啊 他们每三年一度 所以呢 这个古代的科举啊 三年一次 所以叫三年一度 局场开 落沙 增加了 两个秀才 就是增加这俩 兄弟两个啊 每次都落榜啊 有四岩间 双雁 就像 无岩的俩燕子一样 一双飞去 一双来 就飞走了 又回来 飞走了 又回来 连着四次 都没有 都没有中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啊 也是他父亲 被这个 贬官以后 曾骨的父亲啊 贬官以后呢 带着曾骨和曾骨啊 曾骨也是 就是就是曾骨的弟弟 一块参加考试 但是呢 这次科考 跟这个苏巡 带着苏氏苏哲 参加科考的结果 完全不一样 就落榜了 落榜了之后呢 这个他父亲呢 不不不甘心 不情愿 第二次又带着去 又落榜 后来他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呢 他的哥哥 这个既 就是承担了 家里的这个经济上的动担 然后呢 继续这个供这个 曾骨他们去去读书考试 结果后来他哥哥也去世了 曾骨呢 就成了家里的顶娘柱 他是家里老二 家里顶娘柱 后来把这个家里的弟弟妹妹全都拉扯大了之后 到了这个1057年 他已经快40岁了 38岁了 38岁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 比如结识了王安石 王安石早就中了近视 已经去当官了 包括结识了这个欧阳修 他已经是文章的 这个可以说是明满天下 但是呢 一直没有中 但是终于赶上了这个欧阳修是主法官 这一次啊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 可以说棋开得胜啊 这次不光是他中了 而且呢 他的兄弟啊 也 他的兄弟啊 一家 他的一家四个兄弟啊 呃 这就是王安石骑着马 还是刚才那幅画啊 王安石骑着马 曾骨的背后 曾骨就背着小包袱 这个呃 从左边属第四个 穿着灰衣服 还有三个 跟他穿着衣服一样的 差不多的 这个一个颜色的 这就是曾家的四个兄弟 两个是亲亲弟弟 一个曾布 一个是呃 曾木啊 就是木器中那个木 还有一个叫曾甫 是他的堂弟啊 甫甫的甫 这个东北有一个地名叫甫甫 啊 所以 这是 这是他的一一家四个兄弟 而且呢 含两个妹夫 他俩妹夫 两个妹夫也都是同网进士 一家增加一门六六口人都中了进士 而且这次之所以叫千年第一网 不光是 不光是有了这个曾拱啊 苏氏苏哲的唐宋巴拿家当中的这几位 而且呢 那名传名流千古的啊 可以说至少有十几个 比如说 成一成浩这是李学大家啊 两兄弟俩也是兄弟俩啊 包括这个这个张纯就是也是跟这个这些状元叫张衡就是他们也是兄弟啊 然后呢 曾家四兄弟 苏家呢 两兄弟啊 然后 成一成浩还有一个叔叔表书叫张仔 大家听这名字可能相对陌生啊 但是张仔的四句话 很多人都很熟悉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 生民敌命 为往盛祭绝绝 为万世开太平啊 所以这就是呃 张仔的这个呃 千古明天也是代表着文人的一个呃 高远的一个志向吧 就是就是为什么 就是读书 我们现在都说是为中华之决写的读书 而当时啊 张仔的这个概括 对中国知识分子使命的这样四句话这个概括 可以说是呃 至今呢 一千年过去后至今没有没有超越啊 至今我觉得概括的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把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这种使命责任啊 概括的非常精道 呃 呃当然了还有 比如说像吕慧青啊 啊 曾步就是这个曾孟的弟弟 呃还有张纯 刚才提到这三位呀 都是后来王安 这个这个这个支持者啊 后来呢都当了这个都都当了这个宰相啊 但是他们呢因为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 所以后来呢呃被这个使官啊列入了呃叫奸臣传啊 所以这也都是这一届也都是这这这这一届的这个考生 所以这一届呢呃由此可见 这个欧阳修有多厉害 为什么会形成在在这个宋人中晚年形成这个这次这个考试的一次壮举呢 就是因为它是古文运动 当时啊在学生当中 分两个这个分两个文体 一种呢就是呃这个古文 就是欧阳修啊韩玉柳宗原所倡导的这种文仪载道的这种古文 那么与之相对立的叫太学体 就太学嘛 刚才也说了欧阳修 欧阳修本人就是太学 太学生考出来的 所以呢太学当中呢由于互相影响 大家一块学习 所以呢就形成了这种类似篇文的 这种很华丽的华而不实的这种太学体 那么欧阳修一旦当 这个当了主考官 他和梅姚陈啊年轻的时候一块玩 一块风流啊 这个这个一块玩 他们他们当了主副考官之后 就约定 一定要这次一个这个太学体的这个考生都不录取 果不其然啊 太学生在这一次这个 这个加油二 西数多吧 后来逼着这些太学生 他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学习啊 也是很有文采的 逼着他们用这种啊 朴实无华的这种文风来参加课考 所以在之后这些太学生呢 呃一些这个比较好的 他们转变了文风之后 后来呢呃得以中了进士 所以这就是呃因为欧阳修 梅姚陈他们的呃古文的这种运动 发起了这场运动 所以才有了这个这一次千年第一版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胜举 啊这是曾拱的呃曾拱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呢并不多 这是墨之记啊 这这个不是展品啊 这是我从网上搜来的 这个呃放放到这儿的一个书法书法 书法作品 嗯因为这个墨之记就是写的王羲之怎么练字怎么这个呃就是呃 熟能生巧吧 就是把这个墨把池子都染黑了啊 这样的话才能练出这个当时第一啊 都知道文无第一啊 就是文学家谁到底是第一呢 那就我个人肯定推崇的是这个这个苏氏 我觉得苏氏第一但是并不是很多人都认同 但是 而且苏氏呢之所以说他是第一是因为他他是全才 书法文章诗词 绘画 而还包括美食都是这个全才 但是他十一呢其实确实呃不敢下定论 但唯独有个例外 就是在书法上这个中国书法这门这个门类当中一直以来王羲之就是第一没有第二啊就没有他不是之一啊 所以呃当然就是也有人说颜真卿啊在这个功力上有可能超过王羲之的 但这个就是呃这个 个人有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啊但是王羲之在书法是number one的这个地位 这个自补就就是 就是如此这也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没有因为王安石这个呃当个宰相他沾的什么光王安石性格很孤傲的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就有案可查的哈 他敬佩的人就有一个曾拥一个呢当时还是不一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周敦仪啊也是个理学大家写爱莲说的这个就爱莲说嘛就是呃莲花这个出于女而不染拙青年而不妖所以这都是呃跟王安石的这种个性啊这个清高的这种个性的很相匹配 所以这是这是这是曾拥所以曾拥一生啊其实就是在世的时候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呢就饮品不得制的但是死后啊因为名列八大家之一而且呢这个有很这个后人呢给了他很高的这个荣誉 这是这幅画呢是曾拥的这个在江西南风他老家的一个呃纪念馆这里的奎兴阁啊一个很雄伟的一个一个一个楼吧啊这幅画就是刚才说到的一字值千金的这个局势贴啊呃为什么叫局势贴呢就是他是一个呃就是他局势多侠啊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其实他是他只有124个字啊 其实就是他给朋友写的一个一个便条可以说就是呃觉得已经年老了他60多岁了啊想谋一个稍微轻松的差事一直在外头做做这种不大的官呃有点有点抱怨嘛去看看能不能谋一个稍微轻松的轻松点的差事能够呃养老啊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本身呢不是一部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一个这个呃一个便条啊只有124个字 但是这图字啊这个他呢是他不是清宫流传下来的呃他也不是辽宁博物馆的馆藏 为什么会在这呢是因为呃是因为他是唯一一副曾拱的这个公认的真迹流传于世的唯一的一副这个曾拱的这个真迹啊 啊而且呢这个每一个字呢写的都很漂亮而且他不是藏在清宫的也不是藏在民间后来被发现的而是他流传有序都是在一千年了都是在大收藏家当中啊一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大家看周围这点红色的这个印章 给这个呃给这个呃给那个一代传家这个刻的这个盖上的这个印这就跟轻的就比如说要在前龙房里手那那就那那基本上把留白地的盖不可不可 所以可以可以说啊前龙房里呢这个虽然对文物的收藏啊呃对中国文文责物的这个收藏有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呢就乱盖章这个事儿 这次尤其去大家看展了之后会有人专门给你讲解他这个前龙皇帝怎么盖章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基本上不盖八个不能不盖八个章十个章他是不罢休的所以呢 也毁了很多这个 这个艺术真品啊 但这幅字呢 因为没有流入轻功 所以呢 一直是流传有序 现在呢 他是被这个华裔兄弟的 董事长 这个 王中军收藏了 很可惜 我们这次在这个辽宁博物馆 没有见到真迹 因为 也跟这个 也跟这个 藏者啊 这个辽宁博物馆 也借了这幅真迹 但是呢 因为 这些 商人买回去吧 肯定不能这个 这个藏自己家保险柜里 是给抵押到银行 而一旦要从银行 这个借出来 就要经过很漫长的手续 所以最后 在开展之后呢 还没有 还没有办妥这些事 所以现在呢 大家如果去辽宁博物馆 看到的是这个 局势贴的复制品啊 但是 因为曾拥的这个 藏品 这个跟他有关的 并不多 一个墨池记 这个写王羲之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局势贴 还有一些艳谈 但是因为曾拥这个人啊 非常的简朴 所以他的艳谈 没有任何的文饰 雕花 雕刻都没有 呃 所以从这些内容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唐宋八大家当中 最呃 就是最容易被遗忘的这一位 其实他的呃为人和成就啊 好 下面就是王安石啊 不适之劫啊 那么只要提到王安石 最先想到的 恐怕不是他的文学成就 而是他的一个变化 而且呢 我们看这是 这可能是一个小小儿书 这是 呃 我找到的一个小儿书的封面 只要找到王安石的绘画 不管是古人的 还是 还是今天 呢 赤差风云的 而且呢 个性刚毅的这样的一个面孔 一个赤差风云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背后都是乌云滚滚啊 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王安石的这个呃可以说是抓到了他精髓的一个写照 这也是我找到一幅画 呃 京口瓜州 溢水间 中山之格树 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和时照网完啊 这个这个诗呢 是王安石 王安石可以 就为什么放放在这呢 这是王安石 晚年的时候呢 他的财情非常高啊 写诗做文章都非常的好 呃 这这首诗随便出口一个小诗啊 就是 就是明篇啊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和时照网 这就是千古明篇 京口瓜州是哪呢 就是镇江和扬州啊 也是今天的这个 他是隔着长江溢水间嘛 隔着长江的两座这个 这个名城啊 其实就是一个城市 他是隔因为隔江而相望啊 所以他京口瓜州 中山呢 就是现在南京的紫禧山 呃 王安石变法是在这个 开封了 因为他当当这个宰相啊 是在是在这个变梁 但是被霸向之后啊 变法失败 还没有失败的时候 就被霸向了 被霸向之后呢 他就一直生活在南京啊 所以呢 呃 在南京呢 他就一改原来这种锋芒毕露的 这样的一个叱咤风云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就有点半隐居的这个这个状况 一直在南京 下一讲呢 我们讲到苏氏的时候 苏氏可以说是 唐宋巴达家当中 甚至说可以说是古人的这个官员当中 走过地方最多的一个 可以说是旅行家了 走过90多个城市 唯独跟南京啊 没有什么缘分 但是呢 下一讲我们会讲到苏氏 专门去趟南京 专门拜会这个王安石 他们是政敌啊 他们是政敌啊 所以呢 这也是一段佳话 我们在下周四呢 会给大家讲 那么这个王安石在这个 在这个变法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给大家提出 他这个王安石啊 年轻 他很早就就这个中举了 他跟曾拱呢 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曾拱是考了20年 到了将近40岁 才才这个不是中举啊 中信誓 但王安石呢 呃 这个20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就已经中 高中了 但是王安石始终在地方上 而且他也很有文 这个很有文采 而且呢 单官也这个名望非常好 所以中央呢 老想叫他这个到这个中央来 到朝朝定当中来 王安石呢 一直坚持不受啊 为什么呢 他要在基层 多历练 多感受民间的疾苦 而且呢 他一直就有 有这个变法的这种 呃 他是个法家 他 他跟其他的 他是崇尚 他是崇尚韩非 甚至说 甚至说 他崇尚 商鞅 商鞅我们 现在 现在可以可以看到 这个大秦 就那一眼 其实商鞅啊 历朝历代 没有 商鞅是个 是个变法者 他使得大秦 这个秦武啊 变得 变得非常的 这个凶弹 强健 但是呢 商鞅呢 历朝都不被认为是一个 呃 好的这个 是个好人啊 所以呢 呃 包括像韩非啊 像这些法家 其实在 呃 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 嗯 其实口碑不佳的 当然也包括王安石 王安石可以说是毁于参半 那他当时就是这样 跟 跟很多人 包括这个唐宗八大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加油二年的科考 可以说就是两 两大阵营 一类是新党 一类是旧党啊 都有这个 这个 这个很典型的角色 那么其实都是因为王安石的这个变法 所所带来的 呃 他这变法都有什么呢 我这列出来了 清苗法 军书法 木义法 薄甲法 啊 这个 这个 这些呢 清苗法是 是这个 因为 农民啊 这个农民为主啊 农民 种地 他有这个清皇不接的时候 清皇不接的时候呢 就要 这个 呃 就没没饭可吃了 怎么办呢 先借一样 啊 过去都是民间借贷啊 借钱或买粮 然后呢 把清皇不接的时候 也就一两个月嘛 过去了 然后等收了以后 再还啊 这是 这是这个 过去农民 和地主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呃 相当于民间借贷的关系 所以呢 王安石呢 首先 把这条变成了 呃 这个 跟官府 来借贷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 民间借贷的 这个利率比较高 他呢 这个30% 而他这个呢 定呢 跟官府借贷呢 是20% 两成 就是两分历 是这个 为了减 减轻 这个农民的 这个 击苦吧 啊 减轻他们的负担 但是 这条啊 弄得非常不好 可以说这条是 王安石变法当中 这个 最大的一个败笔 待会儿我们再说 那其他的 这个军书法 就是 实际上有点像 这个计划经济 就是运输当中啊 就是 呃 这个 在近的地方 啊 用 这个 低价 远的地方 这个高价 就是有点像计划经济 或者是战时共产主义 这样的 因为 主要是为了打仗 因为在这个时候啊 呃 王安石变法 是因为 当时宋朝啊 经历过开国百年之后 啊 经历过很 这个繁荣的时期 但是一百多年啊 他就出现了 农官啊 就农元 农兵 就多余的 农废啊 这三农的这个局面 所以呢 那老百姓 尤其最基层的贫固 老百姓呢 呃 生活呢 非常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而且呢 他这个打仗 战斗力不行 所以王安石提出了这个变法 他每一项都有这个 具体所指 清廟法 军书法 都是有点像这种 呃 计划经济 这样的概念 物易法 就是服役啊 保甲法 这个 这保甲法 就是十人连坐啊 十十个人 就是就是 保甲嘛 就是基层 农村基层的这个 社区啊 互相就有点像连坐的 这样的法律 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啊 文字幕志愿者 杜一订阅 因为王岩石历变了二十多年 最后觉得 他受到了神宗皇帝上台以后 送神宗的时候上台以后 专门把他调到中央 他也觉得时机来了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 从西宁 他叫西宁变法 这个时候王岩石已经46岁了 这个叫到中央来 然后呢 他就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法律用了六年时间 这个都给发布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很受 包括当时的朝廷当中一些 重要的官员 还是很看好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很年洁的 而且官生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清淼法出来以后 尤其是清淼 刚才说了 清淼法实际上 原来有民间借贷的这种行为 把民间借贷改成了 只能跟这个农民啊 只能跟这个政府借贷 所以这是本来是为了减轻 这个给国家找到裁员 同时呢 减轻农民负担 但是一旦这个政策一刀切 中国的事情啊 一旦一刀切了之后 就会变味儿 所以变成是什么样的呢 变成你需不需要借 你必须得借 因为他有指标 有任务 有这个KPI指标 各级官员都有 而且有的官员为了中保私囊 就怕这个农民不借 你借也得借 不借也得借 原来呢 民间借贷是比较自由的 结果这个清淼法呢 成了农民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很多农民破产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都知道 某这个互联网金融公司啊 搞了这个什么花费啊 借费 然后现在被中央调行了 其实 这个跟一千年以前啊 一样都是把民间借贷 成了这个 这个 只能中央银行 甚至只能官府来做的事 看起来 能够把这个民间借贷的 一些负面的 负面因素啊 给 给这个 给改革掉 但是呢 如果做的不好 除了这个 民间借贷 没有了之外 官府呢 也会 就最终啊 会对这些 老百姓会造成很多伤害 尤其是我 我个人能体会 尤其是 不要 在社会当中啊 提倡一些 借贷的东西 如果这个社会 全是靠借贷生活的话 那么很容易 把社会呢 弄成两极分化 而且也很容易呢 把社会风气 包括这个 经济 生活啊 都会给搅乱 而 王安石在世的时候 他除了轻描法 还有一个保夹法 这两个法啊 并立而行 这就 这就是 叫什么 这个 等于开评方式的 把这个 清明法的恶果 给放大了 好几倍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 最穷的人 才会去借贷来 度过 清房不接的时候 但是呢 为了 摊牌任务 他就 十户为一保奖 这十户 富户 要替穷户 来担保 所以这样的话 就逼得 这个一个保奖 的人啊 都得借贷 所以 富户和这个贫户呢 都是怨声载道 所以就因为 这个 这 就被当时人啊 视为恶霸 然后 尤其是 这个司马光 和这个王安石呢 就决裂了 就 分成了这个新 司马光 就是那达刚 那个司马光达刚啊 其实也是一个 历史学家 文学大家啊 他们就因为 这个清描法啊 其他的法 其实还是 他们还是认可的 尤其是跟军事有关的 强兵的这些 这些变法 他们都是认可的 但是对于这个清描法 和保家法 直到今天 我们都能够隐约感受到 这样的 呃 法的这 对我们今天的人的生活的影响 我们都能够 呃 有所感受啊 所以 所以呢 我会在这儿多说两句 那么王安石呢 呃 就 所以很多人就 就反对他 就以这个 呃 天灾啊 这个啊 包括 这个祖宗的这个 祖宗的这个条例 包括大家的这个抱怨 都 都这个 都涌向了王安石 但王安石非常 淡定 比如说三不足 叫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啊 所以在一个一个政坛 在政坛当中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 有一个均衡 有个平衡 有人说这些变法好 一定会有 言官 见官 说哪个哪个不好 但是王安石在当政的时候 就是 他就提出来 老天爷的这些什么 像的天灾 这也不用管 祖宗的这个法度 也不用管 这些言官 如果对变法有 有这个不利的这个 这个言论 立马这个回家走人啊 别在这个朝中 罢官 所以因为他这种强硬态度啊 也是在朝中啊 这个 这个 嗯 就就很多人反对他 嗯 而且呢 呃 新旧两党啊 斗争你死我活 呃 到后来 最后呢 他自己 被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很忠实的小官啊 画了一个叫流民图啊 就是反映当时老百姓 在变法的 这个 在变法之下 呃 流离失所的一个状况 然后 交给 这个上 上奏给了皇帝 尤其是太后 皇太后 皇后都是坚决反对变法的 呃 就是呃 太后 皇太后 都是坚决反对变法的 他们就 哭着把这部流民图啊 交给这个神东皇帝 神东皇帝一看啊 觉得也动摇了 结果就把王安石呢 罢了下 罢了下 罢了下之后 呃 第二年 又 这个 重新再提拔王安石 但是王安石呢 被罢了一次之后 呃 第二次再提拔上来之后 完全就不一样了 跟第一 呃 这是等于是 第六年的时候 呃 被第一次被罢下 隔了一年 到第七年的时候呢 他又 第二次败下 但是呢 这次第二次没到一年 因为他的儿子 也是他变法当中的一个主力 突然这个暴病而亡 他呢 就呃 精神失控啊 就完全这个不能 呃 不能工作 所以他就辞了 第二次是 他辞了这个 这个工作 然后呢 就就去了南京 啊 去了这个 呃 南京 江陵啊 生活 啊 最新文学啊 这是他的另外一首诗 叫强角树枝梅 七寒独自开 摇之不是雪 唯有暗香来 这里头呢 就是著名的 还有一首歌的暗香啊 就是从他这首诗来的 所以王安石的诗作 呃 一个是很有才情 另外一个呢 他也是这种 清高孤冷的这种 这种这个感觉啊 也是在他身上呢 呃 能够有很强的这种体现 呃 这个 这幅图呢 是这个展品啊 这幅展品呢 叫齐英盛会图 我在前面讲到过 就是这些人的形象 怎么来的呢 呃 就跟这个齐英盛会啊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齐英盛会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 呃 这宰相啊 叫文彦博 当时宰相文彦博呢 因为看到王安石变法呀 轰轰烈烈 自己呢 他们这些老臣啊 又看不惯 同时呢又不好说什么 所以呢 就都这个 呃 叫夏野吧 他们就在汴梁附近的一个林子里 像竹林七贤一样 邀请了13位 这个长老级的人物 这里包括司马光啊 啊 都到这林子里来游玩啊 这幅服呢 呃 有13个 13个人 他们到这儿琴棋书画啊 周围这些童子啊 给他们这个 呃 做服务啊 所以呢 这个他们这个这个会呢 叫齐英盛会 就是文彦博搞的这一次13 13个老人的这个盛会 因为他们都是呃 大官 所以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画师 为了记录这次盛会 所以13个人啊 每一个人都把这 这个都请画师呢 把这幅画记下来 这一幅是 是这个宋代的 齐英会图啊 刚才看了 这个辽博展出的 这是明代啊 这个齐英会图 所以他们因为有13副原作 然后呢 在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这个齐英会 很呃 就是 是一个盛世吧 都是被王安石变法 所下台的这些人 啊 他们高官啊 他们这个这个一块在树林里聚会 就也可见王安石并没有 呃 在政见上 这个示弱愁愁 但是呢 呃 并没有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和这个正常的生活 他们还可以 呃 有一个很体面的 这个 很体面的这个 退休生活 尤其是王安石 在被 罢免的这个15年当中啊 写成了这个 呃 不是不是王安石 尤其是司马光 写成了 这个 这个史家巨著 这个资质重建 所以 这就是齐英盛会图啊 所以当时这古人 我们看到 这个 这唐宋八大家 他们的 这些 呃 画和形象 都是 当时啊 像宋代的时候 画师有一个功能 就像照相机一样啊 像摄像机一样 把这些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些 唐宋八大家 他们的这个面孔啊 还是有相当大的成分 是比较真实的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放的这些 呃 清代的这些 绘画 就他们的这个画 还是 还是能够反映 他们真实的这个面貌的啊 呃 就是 很主要的就是 就是由这些 当时送条的画师 呃 给这些名家呀 留下的 他们的这个项目啊 呃 这就是辽博的这个展览 这 上次的 这个我也放了这些 画面啊 在最后 那今天这讲的最后呢 也再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当时的这个 疫情还没有 爆发的时候盛况 啊 当时要限流 啊 这个 那么现在估计 也是因为 沈阳也是疫情的中心 所以现在恐怕 人会 不是很多了 啊 这是一个很现代的 这个博物馆啊 这是外观 好 这 这就是球鹰 呃 球鹰的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 明四家的一幅画 啊 这叫赤壁图 描绘的就是 传上这个 呃 中间 船中间这个小人物呢 啊 这个小人呢 就是 这是个长卷啊 这是图的一部分 就是苏氏 在被贬到 黄州的时候 由这个 由这个赤壁啊 由赤壁的时候 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而且呢 开创了豪迈 呃 豪 豪放派的 词作的这个先河 啊 所以下一讲呢 啊 我们就会 讲到 苏 三口 啊 这幅画呢 也是这次 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的 这个主题的 题图 都是这这幅画 啊 所以今天呢 这个咱们抄了 大概几分钟时间啊 啊 好 呃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这个简单介绍了一下 欧阳修 呃 曾鞅 王安石 这三个大家啊 下周四呢 咱们这个 呃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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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